你买了他这只不飞 你还想让他送一只 那是最错误的 因为超级的首歌 概率最高的就是在超级的赛格里边 但是等你有了家族 这个说辞就不对 但是我们去引总的时候 肯定是这个说辞是最对的 为什么有了家族说辞不对 因为我就要成绩歌 我很少买血统歌 不是超级的血统歌 这个除外 你成绩才能证明一切 我不去考虑其他的 因为我完全不会 拿这一只歌子做定屈 除了这只歌子 有超长的作用能力 我才会去玩它 它只是我的一个蛋料而已 所以我要求的只有赛季才去说话 所以我不会去拿它去 做主导线的 做根的 我是拿它做调味的 所以它必须也是赛季 能通过赛季去 只能通过赛季赛季 假如在用它的过程 调味的过程 它有超长发挥 我才会让它铺质的 为什么自己的歌子 就不是那么弄 我启用磁歌 驰龟歌的概率很高 它驰龟也很 驰龟不一样 你必须一直很稳 在那个节奏内 比如我一直飞几百年 然后决赛正好在讲外 磁歌遗传的 其实就是形体 不稳定 所以只要它有飞 飞翔记录 就是飞过 比没有飞过的会好一些 肯定会好一些 假如它家族好 它又飞翔又特别稳定 它在它的一定的分数之内 会出现高级的总歌 但是高级的赛季 在你这个家族的 高级前卫讲赛季 它只是最好的总歌 而并不是最好的直接作用 这个总歌和直接作用是不一样 假如它是直接作用 你理由它是一个尺规 它可以直接作用 为什么它用一个超级赛季歌 它去做回血 做进行作用 做育种 育种它会好一些 好过尺规歌 但是它去直接做崽子的话 它不会超过 同家族 稳定发挥 这个尺规歌的歌 这是我拿很多数据做过考究 现在销售了 这些歌子做 国内销售现在很多 还是得差两眼睛 有些是很多都不太理解 就是歌友们这种心态 所以我刚才说不易躲歌 它的歌子发挥了你的同品系 或者同级别去一级 你知道张冰的歌是这样的 你发的引擎呢 我发挥了我才去引擎它的 发挥了我才去发挥 对 不发挥我就停住 这样的话不会出不了太大的差子 如果你看现在引擎好多歌 有些人都开除奖励条件 你报喜 报喜我就给你讲一只歌子 很多人光顾这种都我知道的 有些小朋友没有飞 他拿其他飞的还要我贴到那一个 他说为什么 他就想再送一只 其实这已经很错了 你买他那只都不飞 他送你那只能飞吗 对不对 到他要是能飞 他也不用搞这种活动 要你的成绩干嘛 你的成绩能代表着什么 你买了他这只不飞 你还想让他送一只 想再抱着尝试这种心态 那是最错误的 因为买鸽子的钱花不了多少 是鸽子才 是错 也花钱 打比赛 时间 子电 三赛费 这都是钱 你有时候你在这么错误的两三年以后 把自己的积极性也都打掉 这就是我最错误的 他跟你不合的时候 你就不要他不管多大的鸟 你都跟他没一样 不合子 你两个鸽子就不合 没一样 你作愈再厉害 那都是你的事了 你已经配了你自己的鸽子 所以就说是 从来我不会说是 谁拿我的鸽子飞的什么成绩 我从来不去 没意义 人家家里配了更好的鸽子 人家鸽子有可能比我的还厉害 所以这就是 我只是拿一件事情去说一件事 所以说 等你不管拿到谁的鸽子 就拿到我的鸽子一样 你配家里的鸽子 那就是你定为你的鸽子 不要把我的鸽子当为主戏 就是还要围绕着你的系组 只是我的鸽子 比如拿你的 就是配了好几只鸽子了 都发挥 那你才反过来 可以以我这只鸽子 可以去追这个 对追这个家 反正走 这个家族 你别 你的这个家族已经很飞了 你再把我的配型就飞了 你去倒追我呢 那就错误了 那你就 你这不还独自了吗 对 不要说是我飞的好 我飞的好 你全拿我的未必在你这飞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没有万能的鸽子 没有万能的鸽子 谁说他有一只鸽子 南飞北飞 少 少之又少 明家家里都一两对都不会出现 很多人失败的原因 我感觉到就是 捡了 姿马丢习花 他家里已经有很好的鸽子了 他美丽 既然鸽种有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拿着不飞 一种就已经飞了 赢了钱了 赢到钱了 我才是鸽种 还有一些人赢了钱之后 他买的高级 更高级了 他就除了去玩 更高级了 把他当成半价料 先是有成绩 最后最后 他跟断了之后 他的这边跟没有跟上 这边脂放的多了 不行了 把营养吸完了 你就说掉了嘛 后边的鸽子 等你反应转回来 等你再 排队你自己的时候 来不及了 他就得又得两三年 还会玩的人 你退了 对 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 不会玩的话 你彻底就断掉了 后悔都来不及了 就举个例子 你说我这个笔板 是十年前的笔板 我现在把它用 它能用吗 它用了 对 所以一直在提升 但是你千万不要 把你的笔板丢掉 把人家直接栽进来 提升的栽进来 它再好 它也是别人的 对 围绕着自己的手 只要你这个根不乱 一直在提升 你肯定能跟得上 这个机子 你回过来嘛 我今天 今年打完以后 这个歌是缺什么 误吗 不对 明年打完这个歌是缺什么误吗 后天打完这个歌是缺什么误吗 对 你只会提升不会提升 有些人就是把 根丢掉以后都乱了 很多这种人 很多人摸的 打的打的自己都不会打了